馬總統還希望能夠推動ECFA 但是群策會很擔心 臺灣如果簽署ECFA之後 將會受到中國的箝制 所以為了希望能夠讓民眾 可以更瞭解相關的情況 在今天早上 他們也發表了一本小冊子 裡面就清楚說明了ECFA的內容 還有影響性 而對於臺聯ECFA提案 遭到公投審議委員會的否決 讓出席的學者也憤憤不平 這本由群策會出版的ECFA 達克問用黑色當封底 以鎖鏈當圖騰 似乎預告臺灣和中國簽署ECFA後 將被中國鉛制的慘況 不只擔心臺灣未來的處境 初期的學者更擔心 在ECFA談判過程中 臺灣主權也會一步步喪失 擔心主權流失 更讓學者憤憤不平的是 在馬政府的主導下 臺聯提出的ECFA公投竟難遭到否決 民間反對的聲讓沒有停歇過 馬政府落真的要在六月完成ECFA簽署 恐怕會有更強大的反撲力量 民視新聞 臺北報導 臺北報導 好